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宗与青年对话 刘正中总主教率朝圣团向教宗致议 金玉为神父安息主怀 印度反归依法可能违宪 教宗出席G7峰会谈人工智慧 教宗接见幽默艺术家 6月17号到20号 亚洲主教团协会福川处 在桃园德莱小妹妹会院 举办革新教会在亚洲的精神 东亚会议在台湾 来自印度 韩国 台港澳和马来西亚等地的 36名神职人员 与平信徒代表参与福川经验的交流 亚洲主教团协会福川处 6月17号到20号在桃园德莱小妹妹会院 举办革新教会在亚洲的精神 东亚福川会议在台湾 来自印度 马来西亚 韩国和台港澳等 36名神职人员与平信徒代表参与 透过主题讲座 小组讨论和区域代表分享等方式 众人在会议的共荣中彼此交流福川经验 第一天的开幕弥撒在下午6点举行 由亚洲主教团协会福川处负责主教 Bishop George主理 教廷驻华代办马德范蒙席 台湾地区主教团福川委员会李克勉主教 韩国主教团福川委员会金刚正主教 等13位主教和神长共计 近10位参与的平信徒 前行为会议共到 Bishop George在弥撒讲道时 首先谈到《猎王记》中阿哈布对纳波特的贪婪 与教会在亚洲宗座劝狱中提到的权力使人腐化 提醒与会众人 教会在亚洲如何进入第三个千年 基督的精神要如何成为亚洲各国家和区域中的基础 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内 去到法院是一个终于终于终于 我们早点三年 因此,我们必须要是人们的负责 在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有很多人在我们的社会 在我们的社会 他们在这种程度上 而今天,他们在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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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eye for an eye, tooth for a tooth, but take whatever you like. We generously give. We will learn. We have learned. We are happy to live without. And I'm sure this in the coming 900 years will make Asia a continent for Christ. We pray for this and we will do what we can for this. May the Lord who comes to us through this Eucharist help us to make this resolution to resolve this and also the strength and the wisdom to carry your head. 亚洲主教团协会东亚福川会议在20日画下句点 本台特别采访马来西亚沙劳岳州古境总教区傅云生总主教 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李克勉主教 台北总教区中安柱总主教和嘉义教区浦英雄主教 所以是听到这边虽然是要传主的爱传父传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这边的教友对主的爱很多 我相信用这个爱心包括今天几天的分享也是会得到很多祝福了 让他们能够回去家里回到自己的本堂能够祝福很多人 所以我看到也是给我一个大鼓励 台湾的教堂 因为我们的教友和那么爱心 包括神父一起能够服务和主教一起同行 就讲用爱心去服务 好好照顾旁边的人 做好好的邻居 这样我们就能够把主的爱 祂的慈悲带给每个人祝福了大家 那主教在这几天当中 有没有跟这些一起拍会的部分 我们主教就有一餐 我们所有的主教下去洗碗 然后第二天我们所有的神父也下去洗碗 所以我们像过去传统 一定要主教你们先走 我们是大家一起来 那当然这是一件小事 但是同道协行就从我们的生活的态度的转变开始 现在最想要跟别人说的那个热火是什么 可以分享一下吗 就是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人们的渴望 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常常都有渴望 追求渴望 追求喜乐 但是那种喜乐都是会很容易的消失的 真正的人们能够满足人们的渴望的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怎么样子宣讲耶稣基督 怎么样子能够把耶稣基督能够宣传给大家 让大家接受的话 那这样人们就能够找到那个真正的渴望 这个喜乐 真的走出去了 其实我们已经有这个恩宠 我们就是借着圣神大家一起努力 真的不断地读福音认识基督 但我很喜欢他们说把自己跟耶稣基督接触的故事告诉别人 每一个教友都可以做 每一个我们的理事 我们的平信主都可以做 我倒觉得这个不一定要透过开会 透过什么 我觉得应该就管为宣传 从谈戏开始做 从你的读经班开始做 从圣母经开始 把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告诉你的左灵右舍 就已经是一个点燃一根蜡烛 台湾时间6月20日晚间8点 教宗方济各在线上参与由芝加哥罗耀拉大学 与宗座拉丁美洲委员会共同主办的 跨亚太地区桥梁倡议 透过网路与学生进行线上对话 美国芝加哥罗耀拉大学发起的 横跨亚太教宗方济各与大学生的会面活动 6月20号在线上举办 文早外语大学国际事务系学生黄杰宣 台湾大学奠基系学生谢祥 以及辅仁大学助理教授施恩加神父 一同代表台湾与来自澳洲 菲律宾印尼韩国及日本的学生 共同和教宗方济各进行线上会谈 表达青年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与看法 横跨亚太 教宗方济各与大学生的会面 活动是由美国芝加哥罗耀拉大学 全球与社会参与办公室主办 这个系列活动受到教宗方济各同道协行的呼吁所启发 在此之前已经举办过数场的线上会议 分别为2022年2月的搭建南北的桥梁 以及同年11月的搭建横跨非洲的桥梁 教宗在线上聚会中以西班牙语发言 各组学生讲述了他们的省思 然后由胜负教宗提供意见指点米金 他首先向第一组学生对于社会归属感的课题 以及如何加强对自我和尊严的安全感 教宗指出这一切因素就我们避免软弱 我们必须捍卫这份归属感 好能避开脆弱 你们要反省自己最弱的地方 然后请别人帮助你 此外教宗也谈到了心理健康 歧视污名化合身份问题 敦促众人做出见证并向前迈进 他鼓励大学生专注于自己的身份 总是彼此合作团结一致 教宗也谴责那些 所有贬低人性尊严的污名化 指出妇女有时被看作是次等公民 但并不该如此 因为妇女的伟大不该被遗忘 他们在洞察力和建设团体的能力上 比男性要来得强 教宗勉励大学生向他人表达关怀和爱 绝对不可排斥任何人 此外教宗深知年轻一代的基督徒 在社会参与度和在归属感上面临挑战 因此欺勉他们持守信仰 心灵与祈祷相连 提到年轻人有时因自己的信仰而被取笑 遇到阻碍的现实 教宗说 你们始终要对自己的信念坚信不移 因为基督徒从建立教会之初 就一直被迫害 这个观点解释了这些种种现象 并不是件新鲜事 虽然基督信仰会因此面对变得淡如水的诱惑 但我们不可因此而屈服 我们必须要坚弱磐石 必须要活出某种受难殉道的精神 做真正基督徒的重要性 教宗要求众人对过往悲剧提高警觉 从中汲取教训 以建设和平的未来 最后他感谢各位大学生分享了他们的省思 他们帮助了教宗更了解了亚洲七年 特别是为他在今年九月初的亚洲旅行 做准备的时刻 而线上会议在教宗的降幅中圆满落幕 在筹备第五届全国圣体大会的同时 高雄教区刘振忠总主教 特别率领朝圣团到梵蒂冈 不但蒙教宗接见 教宗更降服了第五届全国圣体大会 其又大会顺利成功 我材务准准是帕外發展的 若是项目的 隐作和在一条纶里 敬余摯饰武提高 留待一条纶里 在梵蒂冠算上 整游包并解禁 对该灵状我们可否则 估出社会上的旅行 这条纶上 是帅俗能 营福音 是那里人耶 彼此准下 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 特别谈到圣经里面的圣勇 他认为圣勇集就是祈祷的交响乐章 今年正是高雄教区的圣体年也是祈祷年 由高雄教区刘正宗总主教率领多达24元的 全国圣体大会感恩朝圣团 参加了教宗19号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 刘总主教获特别安排在神职人员的第一排 而台湾的朝圣团也受到礼遇 坐在锦临教宗讲台 博多路大殿正门左侧的团体区块 教宗方济各讲道结束后 特别以意大利文问候了来自台湾 澳洲、印尼、菲律宾和韩国等地的朝圣团 祝福团圆和家人安康 刘正宗总主教也在活动结束后 获教宗特别接见 刘总主教向教宗表示 今年是他进入30周年 今年10月高雄教区将举办全国圣体大会 希望教宗能派特使或者由教宗录制影片 以鼓励台湾教会和信友 教宗特别问到是否已经给相关部门写信 在获悉已有信函之后 教宗表示会关心这件事情 6月20号上午8点不到 刘正宗总主教在秋宗节神父 丽木华神父和李银生骑士陪同下 敬见了教宗 教宗应切地问到高雄教区的情况 也谈到帕罗林书记所提的 教宗要访问中国大陆一事 教宗保证 无论与大陆地区的进展如何 他都不会忘记台湾 台湾永远在他的心里 也时刻为台湾的人们和信友祈祷 6月19日周三下午3点09分 金玉伟神父在永和更新医院安息主怀 金神父出生在香港 虔诚的天主教家庭 多年在辅仁大学担任法律学系教授 抗癌期间更以写作方式抑制疼痛 且致力于牧林扶传 金神父以一个牧人的身份 惠人不倦 作于无数英才 是位令人折服的好牧者 2024年6月19日周三下午3点9分 金玉伟神父在永和更新医院安息主怀 台北总教区中安住总主教 于教区发布公告 仅遵守金神父的遗嘱 三日内火化 同时在2024年7月1日早上10点 于圣母无缘罪主教座堂 举行追思弥撒即告别礼 遗骨安奉于大直天主教墓园 即日起至6月30日 每日早上9点至晚上6点 于永和更新医院12楼圣堂 开放供大家为金神父的灵魂 勇享天父慈爱祈祷 金神父生于香港的虔诚天主教家庭 青年时期举家搬迁至台湾 在取得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律学博士后 于台北总教区 在圣昭与牧林工作上不遗余力 金神父在辅仁大学担任法律学系教授时 对于学生的照顾 与学业上的回馈更是悉心备志 即便在2011年开始了漫长的抗癌之路 神父依旧在教育上卯足权力 因为他相信这是拨下信仰种子的最好机会 在多年来接受破坏性治疗的情况下 神父承受了许多后遗症的痛苦与负担 也因为这样的生命历程 从2020年到2023年间 神父更热心地投入教会的活动 特别是投身在于写作与书籍出版 神父在言以律籍的工作精神下 完成了多本书的初稿 甚至与朋友分享 他借由圣母的转导 能在三天之内就完成圣母德序导文的反思文稿 也就是在2021年出版的 与圣母玛利亚一起度信仰生活艺术的初稿 神父不但感念天主的恩宠 让他的健康与精神状况能够稍微好转 帮助他实现出版书籍的梦想 对于教友对他的爱护与支持 也都铭记在心 然而在2023年9月 神父的病情开始恶化 即使动了两次手术 癌细胞依旧持续扩散 神父在3月28日参加圣游弥撒 从发斯多圣游时 听见一个声音鼓励他 务必全心的信任与依靠他 因此 神父在斯多日靠着天主的祝佑 承诺要更加努力 毅然决然地宣布 在6月1号恢复举办 《淡丁带我们游地狱》的新书发表会 当天在辅大金星堂参加发表会的 天主教周报记者江杰写道 这场感人至深的以文会友 更像一场创意音乐会 有歌有诗 有泪有笑 有鼓励有反省 有见证有感恩 金神父在抵抗病魔的痛苦中 依旧全心地信靠天主 不像魔鬼的折磨低头 以写作的牧林浮传方式来抑制痛苦 为信友们立下了最好的榜样 这位身为楷模的牧者 在天父的怀抱中不再有病痛 并将永远存在我们的心中 喜乐的过每一天 那么在每一天的这样欢乐生活里面 就是为天主作证 那将来我们一直是往天朝上面的路循者 美国天主教国民周刊记者 安托·阿卡拉 在6月4号的报道中指出 印度最高法院最近发表评论 称严厉的反规依法 可能违反印度宪法 印度天主教徒对此表示乐观 美国天主教国民周刊记者 安托·阿卡拉 6月4号报道指出 印度最高法院 最近在北方邦北部 反规依法的听证会上表示 印度反规依法的某些部分 可能违反印度宪法第25条 所保障的人民基本宗教权利 印度宪法第25条 所保障的权利包含 人民信仰、实践和传播 任何宗教的自由 他也赋予所有宗教团体 在遵守公共道德、健康和秩序的前提下 营运自己宗教事务的权利 然而早在1936年 就已经有地区因为害怕基督宗教壮大 而推动反规依法 反规依法在印度各邦 以规定人民禁止通过武力 欺诈或利诱的方法 让人们皈依某个宗教为主轴 然而关于反规依法的使用 一直存在着重大的争议 有些人认为反规依法 对于保护国家的文化和社会凝聚力 是必要的 而有些人则认为 这些法律被用来压制少数宗教 并侵犯宗教自由 而对于反规依法的推崇 在2014年由印度总理莫迪率领的 印度民族主义路线政党 印度人民党执政后圣骁成上 宗教间的冲突不断 基督徒穆斯林等少数族群 在印度各地频频遭受打压 天主教神父为新生而施洗 而被起诉 由德雷莎修女所创立的 天主教仁爱会 更在2021年一度被印度政府 冻结旗下所有银行账户 禁止接受国外资助一切人道主义工作 如今在印度最高法院 针对反规依法施行与否 有了新的声音 印度天主教会忠心期盼 往后的发展 本台特别采访亚洲主教团协会 福传处负责主教 Bishop George 针对本议题发表看法 在印度最高法院的 亚洲主教徒 在印度中有关法院的 已经在14州 现在我们听到 两个人更加的 亚洲主教徒 也在这些年纪 一年纪 一年纪 我们可以说 这些 亚洲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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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他们听到的 而他们没有经历 这是在地上的事情 我确定 当人们来知道真实的 他们的态度会改变 印第五国是一个不抗担的国家 是一个很抗担的国家 但有些人都被逃避 这是在地上 接下来我们将镜头转回梵蒂冈 教宗方济各6月14日 出席了在意大利普利亚 举行的G7峰会 谈到人工智能的机遇 危险和影响 教宗表示 如果我们剥夺了人们 决定自己和生活的能力 使他们不得不依赖机器的选择 那么我们将把人类 推向一个毫无希望的未来 教宗方济各6月14日 在意大利南部普利亚行政区的 埃尼亚齐亚度假村 出席G7峰会 教宗在会议上指出 人工智能是一种迷人 但同时也是可怕的工具 这种工具能够带来好处 也能够造成损害 就像人类自古以来创造的 所有工具一样 人工智能带给我们许多机遇 但最重要的是风险和对人类未来的影响 例如人工智能在碎片化战争中的引用 人工智能是一种极强大的工具 应用于人类活动许多领域 例如医学 工作 文化 交流 教育和政治 它将越来越多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 甚至在未来影响我们对人类身份的认知 因此 一方面人工智能提供的可能性令人振奋 另一方面它们也引发了对人工智能后果的担忧 教宗指出 我们必须区分机器与人类 前者是可以通过某种形式和这些新工具产生算法选择 也就是在多种可能性中间做出技术选择 而后者不仅选择 而且在内心深处能够做出决定 因此 面对似乎能够独立选择的机器奇迹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人类应该始终保留决策权 教宗方济各 接着谈到了伦理 指出 伦理关系到现实人类自由和责任的条件 没有它 人类就会扭曲存在的目的 变成自己和地球的敌人 教宗继续说 今天人类感到迷失 或者至少人类的意义被遮蔽 人工智能程序必须始终以每个人的益处为导向 在这方面 教宗赞扬了2020年在罗马签署的 人工智能伦理罗马倡议 以及对演算法进行伦理调节的新概念 算法伦理 如果我们难以定义一套全球价值观 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共同的原则来应对 和解决生活中的潜在困境或冲突 教宗在结束发表谈话后 也聆听了其他与会者的发言 晚上7点后 第二次双边会谈继续进行 教宗会见了肯亚总统威廉·鲁托 巴西总统卢拉·达西尔瓦 和美国总统拜登 据圣座新闻师报导 当天教宗还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进行私人会晤 并在晚间8点45分离开会场回到梵蒂冈 教宗方济各6月14日上午 在梵蒂冈 接见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位的幽默艺术家 教宗表示 幽默喜剧是最受赞誉的艺术形式之一 因为幽默艺术家拥有一份珍贵的天赋 就是在应对严肃问题时 也能让人们有微笑的能力 6月14日上午 教宗方济各在克莱梦厅 接见了100多位来自于 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与喜剧演员 其中包含知名的艺人克里斯·洛克 脱口秀主持人吉米·法伦 史蒂芬·科拜尔 康纳·欧布莱恩 与演员虎必·戈伯等人 教宗提到现今社会的沟通常常造成对立 而透过幽默才华以及具有共荣价值的欢笑 能为我们提供独特的省思 教宗也在劝狱中强调幽默与信仰生活的结合 指出圣人有能力使其生活充满喜乐和幽默感 圣人满怀希望照亮别人 同时不会脱离现实 许多艺术家对于首次与教宗的会面感到新奇 并能反思如何将幽默与信仰结合来带给人们欢乐 在与会时 教宗其勉在场的幽默艺术家们 让人们在内心和民族间传播和平 并且强调喜剧演员的另一个奇能 就是让人们在应对严肃问题时 拥有微笑的能力 教宗也提到幽默感独有的特性 L'umorismo non offende L'umorismo non umilia L'umorismo non inchioda le persone ai loro defetti Mentri oggi la comunicazione genera spesso contraposizioni Voy sapete mettere insieme realtà different 教宗也鼓励众人将幽默融入基督徒的生活中 甚至可以向天主开玩笑 如同我们与所爱的人开玩笑一样 因为天主就是我们最大的观众 但是绝对不可以冒犯宗教信徒的信仰感情 特别是不能冒犯贫穷者 他给了我一个祝福 我会给我的妈妈 然后我会拿它去 然后卖它在Ebay 我相信你必须要有什么类的笔 如果你要做生命的 我认为你会做的 我认为你会带来 然后你必须要带来 教宗方济各在最后降服了在场的所有人 并期许艺术家们让人们带着微笑 去梦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让回荡在梵蒂冈的欢笑声 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失智友善纪录片 阿姨上学咯 目前正在全省各地举办口碑厂特应会 故事描述 82岁刘王碧英和69岁郭秀珍 罹患失智症后 虽然脑部认知退化 但对于过去的专长记忆犹新 所以有机会参与社会服务的故事 让更多人从中认识如何看待失智长者 新闻最后 借着预告片为失智长者祈祷 真理新闻 我们下次再会 欢迎ılıcyj 初大雨 老大 你完全不可以小看这些老人家的 马来的如此 每人都永久 青山的银行 algs 远远绝丛流 你在学て sür 你看你家很无聊 在那边 学长佔誓 我爱如此穿 老人家都要逗牙 我觉得任务稍微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一朵话 同学都喜欢我 因为我是密贤 这个毛毛的毛好看的 好适合你哦 你上地址看你 我们想看到她的时候 她整个头发都夹满她的夹子 然后裤子 每个都夹起来很乖乖的 我一个都是赤脚 尊重长辈的选择 而不是觉得她不符合 现在这个社会这个鬼伴 就是错误 这个是你做的 这中国人自己做的啊 这里是道彩虹 人生做的很 人生做的是彩虹 字幕志愿者赢